我终于深挖了她经验感化妆的精髓 这次妆容完全就是女团蒙面的感觉 跟我一起浅试一下 她虽然很瘦 但整个人是那种元气饱满感 源于皮肤的那种光泽感 可以先用高温棒来体谅 鼻梁上不只化这个眼睛之下 眼下苹果肌很饱满 她的脸很威哦 女明星的妆就是让人感觉天生的好皮肤 妆感一定要淡 清透无瑕 就选轻薄一点的粉底液 粉底涂在面中哦 美妆蛋快速拍开 上海最近还没有解分 导致于我天天熬夜 她这个光泽感像是皮肤里透出来的 你们看像没有化底妆一样 我专门去看了她的化妆视频 用的是这款遮瑕 我已经铁皮了 脸的皮带主要是这个黑眼圈 的地方 脸颊上有瑕疵按斑的地方 这样点涂的方式 如果你有凹陷的纹 这个遮瑕太润了 完全就是奶油肌的状态 黑眼圈只能遮个七八成吧 就很真实 因为我是干皮嘛 今天定妆也是分区 先把眉眼这个位置定一下 化眉毛会更上色 你眉心的艳丽感一大精髓 眉毛一定要那种浓密的原生感 眉心一定要是这种阴气上扬的 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用棕色的眉粉 先刮出大概的形状 眉头像是向上梳 它是眉头反而更高 捏它在这里 用松散的刷子沾浅色 眉尾还要稍微向后延长一点 像这种纤细睫毛 高刷一点毛流感 这个眉心真的很适合 我而且今天底妆到现在都是这种 元气水嫩的感觉 它的理常感呢 这次全靠眼妆了 去除亮片以外 我们日常一定要学 就用一个大地色眼影 就平铺在双眼皮上 眼尾往外晕一点点 像是这个最浅的 浑染眼无二 这样眼影之前的边界就会很自然 卧槽上来扫着这个打底色 依次占取第三个顺色 沿着睫毛根部 加深在双眼皮褶皱 还有眼尾 下眼尾这里斜着扫一下 这样就很日常 有一个棕色眼线笔 它的眼线是眼头系眼尾宽 是一直要画到眼角 下眼头也画一点 眼尾就平着拉出来一点 像我眼影这个最深的颜色 平着拉长一点眼尾 只画下半端眼线 它上睫毛应该是这种 单促女弹感的 下睫毛用这种两搓一起的 这样拉长一点眼型 好像更好一点 眼头应该用这种紫粉调的 扫在这个眼角 墨残前半的 它眼珠上下还扫了点那种大小颗粒不一的碎钻闪片 因为之后这里还要贴亮片 所以把它分散开 弄了亮片以后这个眼妆 二次定妆 这样看整个妆还蛮元气可爱的 张天爱的魅力呢是因为它有点浓眼感 鼻梁的修容肥弹的重要 首先是鼻头这里画一个V字形 鼻尖下肤也是多扫一点 鼻翼两边稍微扫一点 斜的角度来扫 今天修容我可能下肤会重一点 中间这一段也是细致的来带过 天爱的人中呢也有一点明显 嘴唇下肤 修容脸颊就用这个拼盘里的 我先是脸颊最边缘的位置 然后再往里面慢慢的带 这一段多的位置就扫上阴影 它其实是高颧骨 就稍微扫一点点 女明星真的很喜欢大红唇 所以腮红一定要用这种四有四无的 你可以连到你的颧骨 用眉妆单稍微按压一下 往后扫 不同的视频和照片 它的口红颜色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最像的还是这个196 只是在不同的冷暖光下颜色不一样 我只找了这种眉甲的小亮片 亮片还有点难贴呢 我准备再去弄一下头发 像吗 散开